这些社会是两会代表和委员们讨论最多的话题 120名农民工今天拿到了拖欠三年的工资 查处非华小民养行动今天全面展开 今年的审计报告再次引发全国关注 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是审计处今年关注的重点 他们是中国经济的年度骄傲 这是一年一度的经济盛会 经济半小时 关注公众利益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经济半小时 今年在国际国内多种不利因素的作用下 中国经济面临着重大考验 特别是中国的纺织行业受冲击最大 曾经有分析认为 中国的纺织企业将会有三分之一倒闭 四百多万纺织工人下岗 这种情况究竟出现了没有 如果现在没有出现 未来还会出现吗 我们的记者孙金最近就赶到了中国的丝绸之都 江苏无江盛泽镇 去调查当地的工人下岗情况 盛泽是江苏南部的一个镇 但繁华程度甚至要超过北方的一些城市 这样的繁华来自盛泽中国仇都的称号 2007年11月24日 国家商务部 国家纺织工业协会 江苏省金贸委和吴江市人民政府 在这里开始联合发布 中国盛泽丝绸化纤指数 这个指数是盛泽经济的晴雨表 从东方石球市场的最大中文商品 就是化鲜产品来讲 化鲜产品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指数 和我们市场上的景气度指数 以及我们化鲜的景气度指数 这三大的指数 整个半年度呈现了下跌之势 而且是这个下跌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大 目前盛泽镇共有2400多家 大大小小的纺织企业 他们分布在盛泽镇和周边的30多个村子里 这些企业接纳了25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务工人员 当纺织企业整体下滑的时候 他们的命运又如何呢 洪安村距离盛泽镇中心不过5公里的路程 但是景象已经跟镇里大有不同 在这里到处能看到纺织企业 围绕着这些纺织企业能看到大量的出租民房 很多外来务工人员都居住在这里 再来盛泽的前几天 我们认识了一位叫潘生村的安徽工人 他们家就住在这里 我们说好了 今天到他们家去看一看 在这条路的两边 这些低矮的房子 大多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在居住 老潘家就住在这个大杂院里面 看得出来这里面住了很多像他一样的这种外来务工人员 今天潘生村上夜班 他爱人张显荣则是刚刚下了头天的夜班 两个人刚好都在家 在整个八月份 像这样两个人都能上班的时间并不多 这个月我连续停了一个多礼拜 西班八月份基本上没有住这个班 就最后这只天做 那前面们就三号住一班 其他一直在停 七月份再住八个班 潘生村两口子和18岁的儿子 挤在这个不到15平米的房间里 尽管生活很不方便 但他们也不想再掏170元另租一个房间 他们一个月的收入没有多少个170元 一个班是85块钱 那么如果他要是停了一个班我就少了85 潘生村干的是三班的活 就是工作12小时休息24小时 正常情况下 每个月上20个班拿1700元 但是在八月份由于停工 他最多只能拿到1200元 张显荣这个月也只能拿到八九百块钱 2000元的收入让他们的生活越发的捉紧见证 除了生活必需品 这个家简陋的不能再简陋 对于他们来说 企业景气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但实际上现在大部分的企业都很紧张 现在基本上不开的事情上不错了 现在都是出来都是一样库存 退不掉了 在盛泽能够看到很多小型的纺织企业 他们的规模大多是只有三四十台机器 人员也只有一二十人 对于这些企业来说 大部分都处在一个苦苦支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有的企业是开一段时间停一段时间 那么还有的企业虽然在生产 但是只是在一天一天的增加库存 像我身后的这家企业 据当地人说 从春节过后就再也没有生产 那么对于这些企业来说 谁能够撑到明天 大家心里都没有底 中兴喷枝厂就是一家心里没有底的小厂 他们只有二十四台制机 一个班只需要两名打车工 尽管今年停了将近一个月 他们的库存还是没有消化掉 对放在厂房里的白布已经开始发霉变率 起码三四个月来 三四个月去 这是用来生产的原料 加上还没有消化掉的生产库存 张龙喜已经搭进去一百多万年的资金 这对中兴这样的小厂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自担 行情不好的话 消失就很难动了 现在整个甚至市场的话 都是这种情况比较多 但是如果不到万不得已 张龙喜是不愿意停产的 停产会缩短这些织机的寿命 让产品质量不稳定 而且会流失工人 如果机材不开的话 停产的话 那工人也是要走掉 所以说只能开开停停 就是这样 就是说工人还维持着不动 工人维持着 工人要保持住 否则的话 你倒是再招 一般的苏联工的话 那就比较困难了 潘生春和他爱人所在工厂 尽管今年也是不景气 但是两口子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一方面是好的企业去不了 另一方面不好的企业也不想去 更重要的是 工厂每个月压了潘生春400元钱 到8月份已经有3200元 再加上又抵押了3000多元 要是选择离开 他担心不能拿到全部的工钱 不定他能怎么做 给你发70%的 其余的钱帮你扣掉 如果你今天说走 你就走了 潘生春一家住在这个院子 有30户外来务工人员 这里虽然简陋杂乱 但是干干净净 他们努力工作 希望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但是很多工人所在的企业 生产都不正常 眼下潘生春除了焦虑 更多了一些无奈 你自己没钱 你有什么想法 就走一天死一天 工人难过 企业的日子也很紧张 张龙喜没有能力 在扩大生产了 于是厂房做了仓库 打算做仓库的地方 现在涨满了荒草 至于未来 他们还能支撑多久 张龙喜的心理也没有底 遇到这个状态的话 就很难受了 到时候就只能再停了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前面我们看到 在靠纺织业吃饭的盛泽 真正关门倒闭的场子并不多 但几乎每一个中小企业主 都在抱怨生意难做 他们的工厂也是开开停停 所以像潘生春夫妇这样的打工者 只能有活就上班 没活就在家歇着 生活倍感艰难 如果他们眼前工作的小企业倒闭了 镇上那几家效益更好 规模更大的企业 能给他们提供新的工作吗 我们继续来看 各方面都是科技含量 越来越高了以后 反而我们纺织行业 这些劳动 原来劳动密集院企业 其实这个用功量还是在减少 恒利集团是盛泽最大的一家纺织企业 也是当地的一家好企业 他们花了几千万元 为自己的员工 专门修建了整整17栋宿舍楼 小区里面有餐馆 洗衣店 邮局 银行 网吧 卫生院 超市 生活设施比较齐全 员工只要每月交纳30元钱 就可以住在里面 如果是双职工 还可以免费入住单间 这样的企业 员工相对稳定 像潘生春夫妇那样的人 几乎是进不去的 我们招的员工基本上我们不是从那个好像这个在社会上面贴格广告造工的 我们都是从那个每个省的这种那个职业技术学校从这个学校里面就是整整的照顾来的 由于恒利集团用人的成本比较高 所以他们会尽量减少员工数量 尽管恒利集团有一万多名员工 但是按照他们销售额一百一十二亿元的规模看 他们的员工数量并没有同步增加 发展过程中间的就是我们就不新增员工 而是怎么样的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所以我们这个万元产生的那个用功能数 包括我们每一万顿的用功能数都是有百分之二十的下距 所以主要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在实现 丁建中告诉记者 恒利化仙最多的时候有六千五百人 现在只有五千人 富裕的工人有一部分去了他们新的纺织工厂 伯雅达纺织 这就是纺织厂的一个车间 拥有五百三十台纺机 偌大的车间机器轰鸣 却看不到几个工人 监测仪器显示 此时纺机的工作效率是百分之九十八 正是最先进的纺织机械让他们做到了这一点 在中心喷织厂 一名工人只能看十二台机器 而在这里一名工人能够看三十到五十台机器 工作效率提高了三到四倍 当纺织机械越来越先进之后 同样的产能用的人手会越来越少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刚才我们看到盛泽镇上那些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 对农民工的需求并不大 他们更看重员工的工作技能 而不是工资是否低廉 而以往能大量吸纳农民工的中小企业 现在为了尽量控制成本 开开庭庭 大量减少用工数量 这样一来 很多农民工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他们不希望自己在纺织业的寒冬中被淘汰出局 但留守在盛泽的确也难处颇多 在这儿忙不得钱吗 工资才低了 只能给我吃了所以不负 因为回到家 胡锯美冯贤发夫妇从徐州来盛泽打工 前两天 他们刚把七岁的大儿子送回老家 由于胡锯美没有工作 他们一家四口人完全依靠冯贤发的工资 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一千三百块钱 你抽烟吗 喝酒吗 喝酒 基本上就是 所有的钱都是用来维持生活了 对 冯贤发只有初中文化 没有专业技能 这在盛泽很难找到报酬高的工作 生活的重压 让这个只有三十岁的年轻人 几乎丧失了对未来的希望 他们打算过了春节就回老家 我还是要找工作 不想中地 为什么 中地不行 怎么不行 中地一年到头 没有什么钱可剩下的 只能够吃 马亚南 安徽人 在盛泽镇和花村这个空荡荡的出租房里 已经住了15天 一直都没有找到工作 他的晚餐就是一个馒头和一包煮熟的花生米 15天来 他每天的伙食就是馒头加咸菜 即便是这样 他也不想回农村老家 原来我想象这边应该 什么工作我也搞不清楚 至少也有1400五百块 这15天 马亚南打听过很多家工厂 但是没有人肯要他 因为他没有在纺织厂工作的经验 要找范儿趁心如意的工作 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能出卖的只有这边力气 当马亚南第三次来到当地人才市场的时候 他终于发现了一家企业 在招搬运工 月薪1500元 工资虽然可以接受 但是人才中介却认为 他无法承受这样的体力活 整整一个上午 他依然又是失望而归 现在他只剩下这80块钱了 找不到工作 让他绝望又伤感 每天晚上 他在墙上写下支言片语 想家却又无法回家 妈妈 不要为我难过 我自信 我会过上幸福的生活 妈妈放心 盛泽纺织业正在经历寒冬 打工者的生活条件 很难更好 无法维持的 只能离开 但是也有工人陆续进来 他们要继续艰难的生活 总之在这边呢 就是上班的 好像生活有个保障嘛 在家里种农田 这二年你要知道 不是水灾 就是旱灾 老是发水呢 没有生活的保障 住在何华村的黄小兰 刚刚从老家生完孩子回来 过两天就要找工作 现在他们家靠丈夫一个人的工资 晚饭了 他们的主食就是稀饭 菜只有一个 辣椒炒毛豆 生活成本上涨 让他们更加节省 像你看我今天晚上 就是买了五块钱的毛豆 五个辣椒的就是八毛钱 如果正午再吃一顿呢 这就要十几块钱 这是素菜 还见不到灰 尽管目前生活拮据 但黄小兰还是愿意留在盛泽 她之前就是一名熟练的党车工 对于未来 她要乐观得多 总工说你有信心吗 有信心 今年我们感觉好像就是 没有出现就是大取大落的 这个劳动力的一个流动 因为整个纺织业 这一块呢 我们为了劳动力的流动 正常的流动呢 基本上这10%到20% 所以说整个流动力 我们也没有感觉到特别的大 反正有一部分流出去了 但是还有其他地方流进来 尽管目前是纺织业的寒冬 但是这个行业并不是全军覆没 盛泽50指数 反映了盛泽最大的50家企业的 销售数量和毛利率 今年上半年的走势 让人又看到了希望 那么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呢 它是一个向上的一个拉伸过程 拉伸过程了以后 那么这一个阶段呢 就是说整个中国纺织业 最后进去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是拉了一个阳相出来 拉了一个阳相出来的话呢 就意味着就是我们这个规模型企业 在这方面就是历史而上 严有名告诉记者 夏季通常是纺织行业的淡季 按照惯例 年底才是销售旺季 而最近的指数显示 已经让人心闻 先从我们景气度的监测来看呢 就是花签的纺织品的价格指数 已经在八月份出现了回调 我从那个市场的景气来讲呢 它现在已经止跌 停止这种景气下滑的迹象 我们比例呢 就是现在是一个仿制的一个冬天 但是只要大家呢 只摇摇牙 想尽办法挺过去 那么我们相信 又一个仿制的春天也会来到 从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盛泽倒闭的企业不多 下岗的工人也不多 但是呢 很多企业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中小企业主的日子很不好过 但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外来农民工 他们抵抗风险的能力更差 而且不仅中国 全球经济衰退的浪潮 也导致西方国家这两年的就业形势 不容乐观 不少企业纷纷裁员 就业问题成为了各国面临和关注的一个焦点 我们现在来检索一下 看看在经济的衰退期 世界各国是怎样解决就业问题的 美国从建立就业增长的机制出发 鼓励创业 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 希望通过产业变动 加速劳动力由工业制造业 像软件计算机等信息密集服务领域 以及建筑设计工程策划 法律管理咨询等知识性服务领域转移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 法国总统萨克齐提出了免除部分税负 减轻企业负担 从而令经济复苏 创造就业的办法 同时还为失业者提供及时的个人化服务 帮助失业者重新找到工作 而德国政府则通过积极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创新 尤其是通讯 金融 服务 环保 卫生 保健等部门 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此外 德国政府还致力于创设新的职业和工作 来对付传统工业结构性生产过剩所造成的失业问题 日本采取的办法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以开拓和发展新产业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随着劳动力市场分化的程度日趋严重 灵活就业也被提向日程 美国和欧盟国家灵活就业的比重都在上升 可见随着就业模式的日趋多样化 自营就业 远程就业 兼职就业 项目合同制就业 家庭就业等等 将有可能为今后的就业市场分担一部分压力 作为中国丝绸之都的盛泽 没有出现大量纺织工人下岗的情况 这让人稍感安慰 但我们也为这些纺织工人的未来深感担忧 无论是纺织业还是其他的制造业 当最初的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后 必然会走向产业升级的轨道上来 或是注重技术品牌等核心竞争力 从而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 这也是后工业化的必然选择 因此无论盛泽这一次是否遭遇危机 大量的外来农民工仍然将在以后的几年里面临失业问题 正如企业需要升级换代一样 我们的农民工兄弟们也需要为自己的职业素质升级换代 这样才能找到更牢靠的饭碗 但是这些农民工们现在收入很低 劳动强度很大 很少能有时间和金钱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寻找新的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 就需要我们的政府做更多的事情 比如免费提供职业培训 进行更完善的就业指导服务等等 一位经济学家在接受经济半小时采访时曾经说过 中国的未来要寄希望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能否实现 而这其中重要的一个标准 就是我们的制造业能否全部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把他们培养成真正的产业工人 现在中国制造业正在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转移 一方面东南沿海会出现失业问题 另一方面中西部也会慢慢感到技术工人数量不足 这就需要政府能够更全面的考量和规划就业政策 同时要更好地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让他们能够更好地投身到中国经济的这场大变革当中来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